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4的练习 等腰和等边三角形 第一题判定下列各三角形是否是等压三角形 所以我们并说明了原因 当然我们这一边它好像只是给我们角度 所以我们要从角度下走 我们就要算三个的角度 看一下有没有两个是一样的 如果三个都不一样 它就不是等压三角形 所以它其实后面的原因很简单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只是讲说 它三个角都不一样 那它三个边都不会一样长 就大概是这样子 OK所以它如果给了两个角 你要算第三个角 像A的这个116跟33 你用180去减16再减33 你应该会算到31 虽然你讲A老师31跟33 靠近 我们要完完全全一样 如果是只是靠近 差一度也好 它不是等压就不是等压 我最多是讲说它很靠近像蛮像个等压 但是它差个一度的 它就不是等压就不是等压 所以这边是不是等压的 TTA不是 但是后面显然有点怪 我们不叫它对应角 注意我们最多只能讲说 三个角都不相等 然后根据等腰等角对等边的原理 不等角对不等边这个有点怪怪 我们没有这样子写 我们就写三个角不相等 所以故三边也不相等 就可以了 没有写什么原因的 再来B的这一题呢 96跟42呢 你就虽然看起来不一样 但是你要用180-96再减42 你会发现到呢 哎剩下的那个也是42 这样既然两个是42了 我们就根据等角对等边的原理 我们就会得到ED是等于FD的 所以它也不叫对应角想等 所以你用错字啊 你好像把那个等 全等三角形的那个东西啊 就靠近来好像离不开了 错了 我们这边不是用那个对应角 或者是对应边 我们是用等角对等边 注意了 虽然它是很高三角形 但是呢原因呢 你写错了 再来C的这一个呢 你是会算到脚Q等于68 应该还要再算这个R的内脚 对吧 它给R的外脚E2啊 你要算R的内脚 也会是68 两个68 所以呢 PQ是这样等于PR 所以这个呢 是等到三角形 R4 OK 第一题没有问题 第二题呢 这个X我找了 我们就要根据等角对等边 这个X是底角 对吧 底角怎么算呢 我们有顶角 我们就用180点顶角 然后如果我根据回刚才我的做法的话 哦 180点顶角再除以2 所以呢 180点 80 80 答案呢 是算对了 OK 那当然老师接不接受呢 我所知道的中华老师他们不接受了啊 你要慢慢去算过来啊 你要讲说哦 脚E等于脚2等于 呃 整脚E可能你标这个脚E吧 脚E等于X啊 因为等脚E等别 过后呢 脚E加X再加100度等于180 过后呢 这个就换成X加X 呃 180可能100已经拉过去了 就等于80 过后呢 再除以2这样子啊 所以反正就算到 呃 40了 反正会算到这个 40就对了 现在这题就比较直接一点 对吧 这个刚好我就等 等边对等脚X直接等于66啊 对吧 后面就写等边对等脚 这个就蛮简单的 再来这一题也是一样等 等边对等脚 这个应该是64 所以我们的X呢 会相对于180度 减去两个64 对吧 2乘64 那2乘64呢 就会等于128 减出来应该是52 OK 所以这题答案X呢 也不错 第二题 B1 那还是第二题吧 哦 已经是第二题了 然后记得这一题 它有脚B等于脚C 对啊 因为它是等边对等脚 所以脚C也是X 那它的内脚盒 这里后面也要写三脚型内脚盒了 我 你不写我也无所谓了 不过你考试注意要写 考试注意要写 3X加X加X等于180 5X等180 180除以5就会等于36 你的度要注意写啊 度要注意写 OK好 脚1等X因为等边对等脚过后呢 100 X加角1等160 2X等160 X等于63 所以有乐呢 就是写的就蛮完整的 就是大概是要这样子写 就大概是要这样子写 我要讲什么 这一招是什么呢 这一招叫做三脚型外脚内脚内脚 内对脚盒 你们要善用这一招 很多同学 很习惯用三脚型内脚盒 不习惯用三脚型外脚内脚内脚 内对脚盒 你会发现到呢 三脚型外脚内脚内脚内脚盒 它会简化你的工序 很多 所以要注意了 等下我们再看一下 像这里 脚一 这个阵语呢 你要注意一下的 就是哪两个边一样 会造成哪两个脚一样 你看到它的腰在这里吗 腰的对面是这个脚 腰的对面是这个脚 所以呢 它 你不要一直觉得说 这个等腰三脚型呢 它的腰一定是 在左右两侧的 有时候它可以倒下来 像这个情形倒下来了 它的底脚在上面跟右边 看到吧 所以呢 这个三脚型呢 你要注意啊 它不是每一次都是摆正摆直的 腰一定是在左右 没有啊 它可能倒下来了 所以这种情形来讲呢 它是上面是 底脚 右边是底脚 所以这个呢 44呢 其实是顶脚来的 180-44 你就会算到136 过后呢 136再除以2呢 你就会得到底脚等于68 既然得到你底脚68了之后呢 X等于 有两个做法 你可以用180-68 对吧 因为它是68的外脚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加法 三脚型外脚等于两边丢脚12 68加44 你丢 也可以算到112 一样的大 OK 你用180-62 68呢 也会得到112 OK 所以这两个方法了 主要要点出来的就是 要注意等下三脚型不是一定是值得买的 它可以是倒的来 躺下来的 好像这个也是躺下来嘛 对不对 X在上面呢 底 等边 有时候口线每次都念错 等边对等脚 下面右下脚也是X 三脚型外脚等于两地对脚之和2X等于130 对吧 130除以2呢 你就会得到65 所以这题其实不难的 X直接等于65 其实 心酸也是算得出来 对吧 OK 然后 这个做到怎样 我看一行好像跑过来改 什么问题 这次题 我们先看一下一行的做法 他先 没关系 其实不不绝对的 就是说你没有用到外脚的一栏 对脚子 哎呀老师 你会慢一点嘛 你会看到你的工具会会做长 OK 那没关系啊 放在哪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脚3等于 脚3加96等于180 所以他算到84 等一下 他先算到84 OK 过后他就讲说脚1等于脚2等 脚1 所以他用180 减80等于96 在96再除以2 看到吗 你如果是说哎 他用三脚型外脚的一两栏就一两株 之合 我们脚1等于脚2 那脚1跟脚2呢就会等于90 平分这个96度外脚嘛 所以你会看到上面的这堆东西呢就是 浪费掉了 算是浪费的啊 就是多余了啊 就是做多了 所以你看到 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 如果你用了三脚型外脚 呃 外脚粘染 内对脚之合 你会省略掉哪个工序 啊 so 基本上 你把啊 上面这三株呢就可以生掉了 算到了这个脚1等于48 过后 再用180 减48 因为他是外脚平脚 算到130 所以 一样的 一样的啊 是虽然讲说 哎三脚型 呃内脚合的180度 还是可以算到答案啊 不过呢 我是真的鼓励了 我比较鼓励 用三脚型外脚没两个一脚出来 啊 像前翼好像也是哦 我们看一下啊 AC 啊 他就放了那个那个那个顶点的名字了啊 他自己标了 ABCD 然后呢 AC等于ABC的关系 所以脚1都会等于34度啊 就这个是等脚 在等边对等脚 然后你去算脚4 其实不用算脚4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用算脚4呢 因为你要找脚2怎么找 你直接用脚1加34啊 就是34乘2对不对 是不是得到64了 是吧 所以这整个是省掉了不用了 对啊 不是错啦 我这里打个查不是讲你错 是讲你这个步骤是可以省掉的 如果你用三脚型外脚等于两个一句脚十二 两个相加进来等于二号 所以34直接乘以2就行了等于68 得到68了之后呢 脚3也等于68对吧 所以X就等于60 1008钱68 所以这一步呢就对了 等于40 OK 那这一刻步骤呢 是真的是可以省略的 OK 再来看第三题 你知ABC 这题啊 这这里有四题啊 不好意思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放在一起 好多题 OK没关系啊 第一题 他讲说如果我的A AB等于BC 如果是这样B在顶点 AB等于BC 呃 脚A等于70度的话 请问脚B等于多少 所以就会得到这里70 这里也70 180-70-70等于40 所以脚A等于40 很好 如果第二题的情况 第二题的情况 又是一样啊 B在顶点A C 呃 我的脚B 等于脚C的两倍 哇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得到说 大概是这样的 比较扁的情况了 那你要怎样设啊 我建议你设这个脚C等于X 然后呢脚B等于X的两倍 所以就2X 当然脚A等于脚C 这个是固定的啊 所以这个 XX2X的情形啊 那我们就用180 等于4X 180除以4呢 你就会得到45度 脚A等于45度 脚B就会等于90度 90吧 2乘45等于90 非常好 也对 也对 还有第三题的情形啊 它好像C跟D做到后面 C的情形 脚A的外脚等于101 请问脚B等于多少 看一下啊 脚A的外脚等于110 脚B 脚B等于脚 脚B啊 脚B等于多少 so你可以先找脚内脚嘛 可以 你先找内脚等于70度 100 8-70-70 等于10 也对 很好 第四题它不太会做哦 它的题目是这样啊 如果脚C的外脚是脚B的5倍 脚C的外脚是脚B的5倍 你可以假设脚B是X 脚C的外脚是5个X 那我们可以有三脚型外脚等于两内对脚子和脚A 就会是4X 好 5X-X等于4X 对吧 所以这个是4X 那我们又有等边对等脚啊 对不对 所以脚C的内脚也会是4X 这个平脚告诉我们 5X加4X必须要等于180 得到9X等于180 180除以9呢 你就会得到20 脚BX等于20 脚A4X等于80 这个就算出来了 ok啊 ok 所以你要善用说4X的情况 4X的情形 就会容易一些 再来看第四题 U图我们有ABF ACG是直线 DBCE也是直线 ABC是等腰三脚型 等要在哪里 AB等于BC 刚才永乐好像是放了AB等于AC 这个你要注意 BC来的 BC来的 ok 所以应该是在下面 ABD是116度 请问ECG是多少度 这一题嘛 我们知道说这个角A 跟这个角ACB呢 会一样 对吧 那2X等于116 X就会等于多少 X就会是等于116除以2 等于5之8 然后我们又有对顶角 对顶角 对顶角像等 对顶角像等嘛 他就等于5之8了 对顶角像等 是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X14 你看先找内角 干嘛要内角呢 所以他好像去找 ABC了 所以这个可以省略的 如果你用三角形外角的 两对角之和 你可以直接找到这个58度 过后再利用对顶角就可以了 这个是可以省掉的 可以跳跳 OK,所以大概就这样,我只怕对了,对了,好,再来看第五题,这题比较难的,可能比较难吧,我们来看一下,AD等于BD, A1等于C,A1等于C,A1等于50,A1等于70,请问C等于多少? B等于多少?还有BAC等于多少?首先我先看70,C,C跟这个角是相等的,所以我们就会得到70等于这两个相加,这两个又一样,那我不是70数以2,对不对,35,找到了,找到了,我口头讲就好了, OK,这个要用三角形外角,等于20对角,然后呢,然后呢,这两个都是35,然后我们要找这个角,如果照右边这样子的一个推断哦,我一定要之前找D,我找了D,我才可以除以2呢,就会得到脚B,对吧,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这边我就没有的是,先做三角形内角合了,180-70-50,你就会得到60了,找到了60我就除以2呢,就会等于30了,这边也等于30了,对吧,好,所以这个角B,这个是35,这个是30,OK, 老师,老师,你又讲要善用三角形外角的一两内对角是和,我可以用脚A,D,B等于70加50啊,是,但是到最后,你算到这个角了之后,你是不是也是要180减它,再除以2啊,是吧,也是,反正就是左边这边呢,我们要用一次三角形内角合,还要用一次三,外角的一两内对角是和,反正就是两个都要用一次,OK, 再来看BAC了,BAC就30度加35度再加50了,对不对,65加50,65加50,115的话,就最后答案是115,可以吧,我不写完整的了,我就先,我只是给你们知道说,哎,那个是思路是怎样,所以你们每一次看题的时候呢,你要先有一个思路,知道说,哎,我这样子算,这样子算,这样子算,得到了,所以过后呢,你再慢慢写, 不要说没有一个方向,不要说没有一个方向,不要说没有一个方向,我还经常看到同学,我还绕圈,算不算这样,算不算,又回去,上个同学了,绕来绕去,哎,你在干嘛,所以自己会乱啊,所以这个数学呢,每次要先blend,哦,我是这样子算,这样子算,可以得到答案,过后你才慢慢写,这样子可以理解吧,第15题,右图, 我们有,我们有AD,AD在哪,哦,A在这里,AD,等于DB,等于BC,这种好像三段的这样子的情况,角C等于34度,X,Y,Z,分别是多少,这个角C等于34,对过来这里也是34, 这个122,其实不用算,对吧,我们角X,X是多少,X是外角,等于两类对角是和,我们直接用34加34,等于68, 所以X等于68是正确的,那过后Y呢,Y的话呢,我们就要用,我们就要用180-68-68,对不对,130-136,136,180-136等于44,算出来44,很好,那至于Z要怎么算呢,你有几个方法了,不过呢,我已经发现到它有三角形外角的, A,A,C,D,这个三角形,它是外角,两类对角分别是68跟34,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两个相加,就会等于102,啊,你看,角度是算对了,不过呢,也就没有那个步骤,不过它全部步骤写在里面,这样子可以不可以允许啊,你会发现到呢,其实我们,呃,我们上网,网上的那个什么功课平台啊,很多,很多老师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写给同学看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发聊之后,我们会再写一下,有时候我们会写不多的,看,看心情啊,只是给你看到说,哎,我可以找到什么角度,啊,就可以了,呃,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下,我自己好像我印象中,第七题是有少许的难度的,OK,U图我们有A,B等于A,C,这个角,这个边,这个边,这个边,还有就是我的AD等于D,因为等于BC哦,请问角X有多少,自己有难度,OK,而如果这里是X的话呢, 这边下面呢,这边下面呢,也会是X,这个是等角,呃,这个叫什么,这个是等,等边对等角,过后呢,这一个角度,外角等于两位对角之合,它会等于2X,还有呢,你看,BDC等于2X,呃,这个也是X,对,然后呢,角C也等于2X,对吧,等边对等角,角C等于2X, 还有呢,还有呢,这个角B也等于X,这个看出来吗,因为AB等于AC的关系,角C等于2X,角B也必须要,整个角B啊,也要等于2X,所以呢,这个CBD呢,也要等于X,哇,它有了,它也有了,最后呢,你会发现到,哦,X,2X,2X,所以5个X,是三角形内角额,对不对,所以180除以 5就行了,180除以5,你会得到36,我们就会发现到X等于36,哎,非常工整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有做过了啦,所以你会看到整个步骤非常完整,也非常的准确,也没有再绕圈啊,很少有了啊,ok,很好啊,写的非常好,alright,再来看一下第八题,U图中,我们有直线AD,啊,还有BC,交于O, 一致AB跟CD是平行的,OA等于OB,两个是等腰,所以我们就会有角B,也是48度,角C,也应该会是48度,因为是可以做脚强的,然后呢,还有就找到了A了,很好吧,然后呢,我们要看一下是,OA,OC等于OD吗, 要证明啊,所以当然呢,我们的有,等边,等脚对等边,之前我们是等边对等脚,等边对等脚,48度,48度,我们又有那一组脚,脚低其实也是那一组脚,也是48对吧,这里是,这里是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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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过后呢,在看上面的三角形啊, 它其实也是一个48,它其实也是一个48度,48度,两个一组脚相等的情况,所以呢,就会得到OB,OC等于OD,因为等脚,又不对的等边, 哦,so,大概,啊,应该对了,大概,好,看一下,应该对,OK,再来第九题,U图,我们有A,B,C,是等要三角形,A,B等于AC,脚,点D跟点D在B上,脚A等于脚B,到这里名,A,B,D,是像,呃,全等A,C,E, A,A,OK,是两个椅子嘛,这个脚,脚A等于脚B,一个椅子,A,B等于AC,另外一个椅子,再来的就是脚B等于脚C,这个是等边对等脚,A,等边对等脚,对吧, 然后呢,我们就有两脚一个夹边,然后,A,S,A,全等,然后呢,也要证明,A,D,E也是等要三角形,很简单,因为A,D等于,A,E呢,会是对应边相等,所以呢,它也是等要,啊,它也是等要,OK,我们有点紧凑了,好, 我们讲完了,我们再放检了,右图,我们有A,B,C,是等下三角形,A,B等于AC,脚A等于56度,56度,写一下,B,E,跟C,D,相较,分别是脚平分线,也就是说,它这两个脚相等,它这两个脚,也相等,OK,B,E, B,B,E,C,D,相较于P,A,B,C,它有,它是等要,它是等要,哦,如果是等要的话,脚平分线,它应该也是,两个脚会一样,两个脚又平分,所以56度在这里,脚B跟脚C,脚A,B,C是多少呢, 我们用180减56,180减56,等于,等于124,124再除以2,就得到62,就得到62,很好,然后, PCB,PCB呢,应该就会是31了,对,为什么,因为这个角度呢,是平分线,对,这两个是脚平分线,所以它又会平分,那这里都是脚平分线吧,这个62,这里,62,62,脚平分线,脚平分线,所以它是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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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啊,那PC呢, PPC应该也会是等要,因为PC跟PB,也会是相等的,那我就证明到了,对吧,啊,我就不够威胁了,啊,我们就不用选了,啊,大概就这样,呃,哎,为什么是重复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可能是,啊,我应该是露错了,我应该是以为说,呃,应该是去年吧,因为是,可能是不够威,啊,所以放过来, 我就以为是不同题,的话,OK,所以这个不用做了,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